世界不过是存给今生的两人 不哭就这么夜深放弃一场梦 若红颜就成拔薄的山门 皮囊香灯玲珑 独自欲纷纷 繁华陌生 独阴坚朗 此相不过如风如一场深刻 这孤城 曾连连春山 爱来寻 却难逃过游泳 这孤城 如月之沓起阵阵 连走向心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冠队 照顾好他 有什么事随时来禀报 好 韩光 你带上敬书 咱们回韩章殿 是 师父 陆大人让小人将这封信呈上国师 这是在那个死士怀里得到的 你们几个素来 都是谨慎惯了的 务必小心伺候 保光店有任何动静 务必及时禀报 是 义父大人抬肩 女儿向义父求救 送信来的人是我受容的死士 名叫略莹 英姐认识他 想必义父大人也听说过他 我阵脉得知他的心脉欲塞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此人曾舍命救我 断不忍看他饱受心痛之苦 求此父务必救救他 断不忍看他饱受心痛之苦 都这个时候了 是死是活总该有结果了 除非 老爷 外面来了一大堆御林军 奉国师之命 秦宰相即可进宫 可知何事 不知 请 请 我应该在哪里 我应该守在宝光殿外面 您在哪儿 静叔更不安心 万万想不到 他回来了却是这样 封师父竟然同意让他冒生命危险 有国师在 不会有危险的 你亲耳听到的 封师父说有危险 九死一生 你们不都是该冒生命危险 去救救那个人吗 太子殿下 我不光要让我的翅膀变得有力量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包括皇位 你 怎么样了 我来时告诉你 退宫过旗已经结束了 记着说呀 静叔 已经脱离危险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过去跟他说话了 那个死侍呢 他情况有点严重 你能想到 金叔为什么这样做吗 老实说 我也不知道 略隐是金叔的死侍 死侍为主人牺牲 是理所应当的 他死得其所 可是金叔对他一直很呵护 以主人对死侍来说 已经够了 他竟然还要推功过险 师父也没有出声阻止 你不是也没有站出来阻止他们吗 对 我也没有阻止 我竟然说不出来阻止的话 这个奴隶 真是不一般哪 地上这两 你可认得 赵阔乃文官 死人倒是不常见 这不是一般的死人 你再好好看看 死无对证 我看你能怎么样 好像 没见过 两具尸体而已 不至于吓得什么都忘了吧 照过愚钝 不知道国师的意思 我记得你曾在西北 做过地方官 你难道看不出来 他们是胡人 这倒 这倒是显而易见 韩国 是 这个纹身 你见过吗 没见过 不过我倒是知道 很多胡人身上都有纹身 还以为你能看出点什么 国师就是为这件事召奸我 你在西北做地方官的时候 没少得罪胡人 我是担心 你别成了这些胡人下手的目标啊 谢国师体恤 我回去以后 就让家丁护院 加尽守卫 他们 都是些死的事 各个都是杀人机器 你那些虾兵谢将 什么用都没有 那国师的意思 老宽 在 安排一队精锐营 入住宰相府 确保赵大人的安全 遵命 谢国师 这些人是来杀谁的 我有问过这个吗 我只是说 他们是杀人机器 很危险 行了 没事就好 回去吧 死事 到底是谁 太子殿下 夜深了 你要保重玉体呀 他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看他饱受心痛之苦 太子见过他了 他没有把信送到 就直接回了黄耀区 这不是康命吗 如果略影真的赴京送信 靖叔早就没命了 所以 我不会把略影当作下人看待 他是靖叔的救命恩人 言重了 这死士 不过是个奴隶而已 忠心是应该的 师父 闯进黄耀区的刺客 武功绝不在你之下 如果略影当时 有一点顾忌自己的伤势 或者 他是个死士嘛 死士的换养方法我不懂 到底他们和主人是怎样命运相连 我不知道 但是说到底 也只不过是个奴隶而已 对 不过是个奴隶而已 只是个奴隶 事情也许没有这么复杂 殿下 你就是个傻瓜 还总说自己聪明 你是知恩图报也好 怜悯他曾经遭受的苦难也罢 都是要有限度的 就算你一者人心 你也不能自己冒着生命危险 去救别人啊 你最好快点给我好起来 到时候 看我怎么教训教训你 隻子 courage 你不去救命危险 他都没有不舍弃 你不残骤 你不可能 就这些不舍弃 人都凉了 绿营 绿营 滚尸 滚尸 没有卖博了 怎么样 心脉受阻 眼下看来 畅通无阻啊 我这个神的有这么什么 就算是推功过险 也不可能这么快 医好一个人的心脉吧 我也解释不了 他没事 用当归 川穹 帝皇 白韶 煎四五汤 一醒来就给他服下 白嫡国兵马屯聚边关义口 亏死我天储防卫 眼下虽相安无事 他日或大举进犯 还请国师下令加固城防 调拨军马 巩固我天储边防 以备不实之序 兵部征兵之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禀国师 知道朝廷要备战 各家各户子弟都很踊跃 不日即可完成征目 好 那操练新兵之事 就交由那位谢校尉 校尉 几万新兵交给一个小小的校尉 怕是 你不懂 赵将军 此事你来安排 末将领命 还有吗 国师 所谓强将手下吴若兵 老朽认为 除了征目新兵以外 我天储军队里 更需要一位年轻有为的帅才 老东西一贯做毕上官的 怎么热心起军务来了 年轻有为 看来是有人选了 太傅已经有人选了吧 然也 说说看 老朽举荐之人乃官换子弟 其父乃当朝重臣 可此人却一直在我天储军队中默默历练 虽年纪轻轻 却是位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 推荐此人为新军统领 说人名 当朝宰相赵阔之子 赵无害赵将军 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我看行 诸位有异议吗 我反对 功名马上取 武害尚未有寸功 虽有些韬略 却只是行军布阵之术 两军对垒还有用 可是打理军中 大大小小的事务 他还欠火后 军务乃社稷之重 还请国师收回成命 在相多虑了 众文武看好他 我也看好他 兵部即刻颁布军令 赵无害为新军统领 谢校尉升为副统领 校尉直接升统领 是不是不太合规矩 是 你可以把这条写进去 我这儿不要什么规矩 有真本事 大可以施展 就这么定了 我说你们这般文武 口口声声为天楚之臣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记得 太子已成年 怎么没有一个人 提及归正之事啊 还是诸位觉得 现在归正 还不是时候 既然是大家的意思 那我也不好强求 这样 暂不归正于太子 但是 从即日起 太子参与议政 可以发表意见 但不做决断 就这样 散了吧 禀报国师 那个死士醒了 正跟大内侍卫打成一团 您快去看看吧 此人满身重伤 竟然能在这么短时间里苏醒过来 真是不可思议 去找卢宽 我带你去找靖叔 这司总这么没规矩 为什么我对这里感觉似曾相识 你想带她走 恐怕你做不到 你拦不住 只有在我身边 静叔才是安全的 大人 略影 你没事了 太好了 你是谁 他是国师大人 是静叔的义父 是天蠢 都退下吧 是 救他 你快救他 略影 你差点就没命了 是静叔给你推功过喜 你才活过来的 你现在身体里 留的是静叔的血 所以你一定要 是静叔 是静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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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静叔的 我看你 我看你 要是静叔的 我看你 我看你 把血还给他 这个办法不灵 有没有人叮嘱过你 要听我的话 那你就按时吃饭喝药 等 略营 我替你守着 这饭菜都端进来了 你吃完饭再过来吧 你不是答应 要听我的话吗 抬过来 摆在这儿 你先别忘了 我听你吃一下 我听你吃完 你听我说 这个人 比较好 不 那你吃完 你吃完 我吃完 你吃完 我吃完 那你吃完 我吃完 小的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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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到了吗 阿英 收拾一下 拿出去 静若处子 冻入脱兔 是快才留 热盈 先把药喝了吧 你 对 这年轻人全神贯注起来 倒像是没有一丝杂力 这种罗汉定力 装是装不出来的 即便我这几十年的修为 也做不到 眼中只有目标 完全不受干扰 还能将周围的一切 置于掌控之中 真是不可夺得 太子殿下 封师父 庆叔好点了吗 还没有醒 都退下吧 略营 太子爷让我们先都退下 我让你退下 你听不到是吗 好吃 真好吃 靳叔 你醒了 好吃 住手 略营 放手 他是太子殿下 快放手 略营 略营 太子殿下是靳叔最重要的人 马上把手放开 略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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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了 略营 太好了 沆光 带着他们都退下吧 是 师父 你好了 你好啦 医父给你打通心吗 心脉了吗 她没事了 殷瑾 扶我起来 真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她心脉阻塞 但我却看不出来 要不是你看错了 那就是有种神秘的力量 在她重伤之后 反而打开了那条心脉 你快回去休息吧 我没事 快去啊 我陪你 殷瑾 你快扶略影回去休息 好 走吧 义父 你别让人欺负着她了 她根本什么都不懂 就是个孩子 嗯 放心吧 秦叔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没事吧 你回来了就好 要不然 我得内疚死 真的啊 我怎么听说赵大人对太子参与议政有看法呀 国师是担心赵阔会反对太子议政吗 我相信宰相大人知道情重 是 赵阔一定极力斡旋 确保太子参与议政有愉快的气氛 嗯 还有诗 有 私事也是公事 倒是头一次听赵大人提及私事 说来听听 淮荣昭徽在京城 他想结交一些天处权贵 你这个东床快叙啊 有点意思 果然什么都瞒不住的 来了京城不住岳杖家 还要结识什么权贵 是嫌自己兜里的银子不够多吗 他是以白嫡国王子的身份而来 自然不便住在在相府 你是他老泰山 你不别扭就好 家里那点事不值得 那就说公事吧 只说无妨 他有心夺取韩位 现在白嫡国可汗已经日过西山 如果任由白嫡国世子继位 以白嫡国世子的秉性 战事一定随即而起 淮荣昭徽 虽然只是一个远离政治的王子 但赵阔以为 支持昭徽夺取韩位 对我天主 明白 你有什么想法 尽管大张旗鼓地去安排 是 淮荣昭徽复京 那个假的相府前金 自然要跟他在一起 赵大人位高权重 有人冒充他女儿 想必是图谋是吗 在相之女 白嫡国王妃 这等身份 的确可以做不少的事情 我去探一下那女人的敌 不要 好 这件事 我们就当不知道 如果你去探查 幕后主使肯定会料到 是我让你去的 如果是我猜测的那个人 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那就这么眼看着 对 眼看着 小心烫 怎么感觉好久没见 你像变了个人似的 是吗 我小时候不经常这样喂你吗 是吗 不记得了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 你哪干得了这个呀 还是我自己来吧 瞧你说的 我现在不干得挺好的嘛 我现在不干得挺好的嘛 来 再吃一口 我吃好了 数转数列 你们下去吧 看你眼睛红红的 一定是没睡好 都怪我 让你担心了 对了 你怎么回来的 没有再遇到危险吧 是房大人 带领西郊大营的将士们 护送我回来的 你这样既不顾安危 又不顾大局 义父 有没有说你啊 没有 封师傅还说我长大了 要我多多历练 他还要我参加医症呢 真的 那你可要好好学 要不是我这一折腾 他还一直拿我 当小孩子呢 太子殿下 您这一折腾 吓死人了 晋叔 嗯 我不在的时候 你都经历了些什么 一言难尽 你连十八岁的生日 都没有进宫来过 你都满十八了 什么时候才能出阁呢 出阁 嗯 要不你去问一下封师傅 是要等我的冠礼之后 才能举行国婚吗 我问 不过 不过 这几件事情 连在一起 是要花费些银子 或者 你介不介意 稍微办得简单一点 如果我参加医症的话 那么 这件事情 是不是就可以一起来了 可是 我刚参加隋唐医症 他们会不会觉得 我太假公济私了呢 太子殿下 你就是想让我嫁给你吗 嗯 你不愿意吗 我 我愿意啊 我没有理由不愿意 这事不是说好的吗 等长大了 就嫁给你 金叔 你 你怎么了 我有点累了 想睡一会儿 等我休息好了 再陪你说话 好不好 那好吧 你好好休息 等我一有时间 就过来看你 好 那我先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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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掉楚子夫 就可以一直留在 靖叔的身边 嗯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太子爷 她 她 她什么都不懂 她 她 快快 跪下 瑞颖 不是让你回去休息吗 这位是太子殿下 见到殿下 应该行礼啊 罢了 瑞颖她不是有意冒犯 她还不懂宫里规矩 看在她曾救我脱险的份上 免了 她 她是她的 一个人 她都不懂 她是她的 不懂 她是她的 她的 她是她的 她的 她是她 义父 锦书 今天好鲜美 我好多了 你找义父来有什么事 我想跟您说说略隐的事 说吧 义父 略隐的体质真的很特殊 他应该是受过很严酷的训练 但是他的记忆被抹杀了 难怪啊 难怪你说他像个孩子 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 他还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 偏他又是个 不懂得保护自己 还说不出来的眉嘴葫芦 这深宫大内 敬畏森严 我也不便于照料他 所以请义父 你是觉得义父还不够忙 还要替你照顾你的死事 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心脉已经打通了 以后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如果义父可以照料他 我一百个放心 我希望他能够追随您 你是想 让他做您的死事 好 我答应你 按照敬书的意思 以后 知道 知道 敬书跟你提起过 我听得到 他刚刚跟你说过 你能在这儿听到 韩章殿的说话上 身子刚好一定要小心啊 天气好就多出来走走 慢点 敬书 敬书 太子殿下来看敬书了 敬书 你怎么出来了 你已经可以下床了 躺乏了 想出来走走 太子殿下 您的奏折还没读完呢 好 放着 我要在这儿看 英姐 我想跟殿下 说几句话 说吧 什么话 殿下 我想向你告罪 什么意思啊 我在宫里养病 既不方便 也不吉利 我想回丰府休养 请殿下恩旨 有什么不方便的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 正是需要看护的时候 你需要留在宫里 这么多年来 义父根本没有让太医院的人知道 有我这个人的存在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放心 你是我的楚妃 我不允许你离开的 我们如今都长大了 不是小时候 不能没了规矩 再说 就算是男婚女嫁 也没有婚前 就住在夫家的 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啊 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啊 殿下的婚娶 我琢磨着 总是等殿下登基之后才能考虑的事情 岂能颠倒次序 你是说 要等我做了皇上 你是说 我的意思是 让殿下 把心思放在国事上 及早熟悉证明 殿下以天下为面 自然能使天下安心 不行 我不能让你走 要不 换换年你好了 彼此喜欢的两个人 本来就是应跟您在一起的呀 你就让我回去吧 我不在 你才好在义证时 假宫济思啊 你想啊 当初 为什么要送我出宫 不就是因为有卦象显示 说我在宫内 会有不吉祥的事情发生吗 太子丽妃 当然应该求上不上大吉才对啊 无论是住在宫中还是风俗 这都是枝末小节 总不能被枝末小节影响吧 话虽如此 可是我心里 总是有一块石头 只有你在的时候 这块石头才算有个着陆 我知道 说不定 那卦象不准啊 要不 咱们重新齐一卦 我随时 可以进宫来看你 你也可以随时 出宫来看我的 罢了罢了 不过你要记得给我写信 让韩公带你 也 回不去那一年 看不上的缘 我终究给不了成全 人生的曰 鸟 只有个粉红 海角飞灰云烟 天涯划骨之间 梦里沙翩翩 转身只为今世的忘却 一眼陌路花满天 曾像暖脸的苦衷的黑月 幻化成凋落的残夜 转身只为来世的遇见 一念之间来牵连 用笑的哭的滴入的思念 花出每个灰的五彩的天边 转身只为今世的遇见 一眼陌路花满天 曾像暖脸的苦衷的黑月 幻化成凋落的残夜 转身只为来世的遇见 一念之间来牵连 用笑的哭的滴入的思念 这一世陌路上花开一遍一遍 这一世陌路上花开一遍一遍 一遍一遍 一遍一遍一遍 一遍一遍一遍 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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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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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